舊友最初的海岸线是汇丰银行 汇丰银行差不多是沙滩的地方 后来的填海填到下面的马路 大汇塘的位置是战后再填的 事实上中环的填海相对于其他地方 以湾仔来说,它的幅度算是很小 湾仔,原本的海岸线就是合和 我们日常去玩的湾仔,整个都填出来的 可以这样理解,差不多是 所以相对来说,中环的幅度很小 中环的幅度很小,有个原因就是 文说是因为这里那些土地拥有人 他们透过拍摄,拿土地之后 就反对了新的填海的project 因为填海会损害它的利益 这个是讲一百年前的事情 但实实这种状况,去到后来 我们讲十多年前,在港位在填海的时候 依然是有人会这样说的 就说反对的人,出来示威的人 其实后面有财团支持的 实际上这是一百年前发生的这件事 但上次也不是这样,完全没有关系 你会这样想象的 这个就是Hong Club 刚才说的,后那个很漂亮的 这个是拆了再起过 我觉得是 所以Hong Club 当然是在旧那个填海道里上 下面那些就不是了 下面那些走下去,我们就看看 黄后隧道外进,黄后那些是什么地方 当然这个隧道也是后间 原本这个隧道的位置 是整个黄后隧港一部份 这个隧道做得挺好的 你想想在60年代 不能够太依赖很多电力的情况下 它整个彩光和通风做得相当好 现在连接着码头 那些人就这样上班上来 对 在旁边还有几个开口 对 对 对 但我以前听闻这个隧道是拆的 但你上次确定不是 对 对 因为现在刚才Kitty说的新的 摩尼大厦的项目 我印象中就是在项目里面会拆掉 intercept应该怎么和桶地人 亲眼的 学 price 街上 喇屎 感谢观看